当地时间4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李家 出席拉托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 举行的欢迎仪式 开始对拉托维亚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在库钦斯基斯陪同下 检阅仪仗队 检阅结束后 军乐队奏中拉两国国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4号上午 在李家总理府 同拉托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 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拉托维亚是中国在 波罗的海地区的好朋友 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和欧盟内的 重要合作伙伴 建交25年来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 人们交流日益紧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方愿同拉方 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原则 密切各层级交流 推动中拉关系 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 中方愿同拉方 全面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将拉托维亚 作为中国同欧盟开展贸易的 重要中转站 中方在铁路 港口建设领域 拥有性价比好的装备 和丰富经验 愿参与波罗的海 铁路 三海港区 等基础设施建设 金斯基斯表示 拉中建交25年来 各领域合作进展顺利 两国关系达到历史上 最好水平 拉方愿成为 中方可靠的合作伙伴 支持并积极参与 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扎实推进 基础设施 交通物流 清洁炼油 旅游教育 农产品等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实现互利共赢 拉方愿为中国企业 在拉投资 营造稳定环境 成为中国企业 进入中东欧市场的门户 拉方很高兴 主办本次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这一合作机制 是促进中国 与本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 会谈后 两国总理 共同见证了 经贸 交通 文化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要讲真了 无论 花咨 知焦 缴�